我是Racha 今天在这里很开心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品牌路上的一些观察跟学习 那今天的主题是品牌策略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在品牌路上呢 其实有两件事情 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件事情呢 是不断地学习与分享 我们的中间的一些经验 第二件事情呢 是跟着我们这些企业 真正一起动手打造品牌 看到每一间企业 企业的转化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与感动 那我们过去其实累积了许多的经验 那在今天 那希望透过短短的15分钟 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身为一个品牌顾问呢 其实常常 别人会问我们几个问题 那包含说品牌逐渐老化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翻新这个品牌形象 或是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 从代工到自由品牌 怎么样去脱颖而出 甚至呢 我们的资源其实不如国际大厂 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找到我们最独特的点 才有机会在我们在国际市场上 树建立一席之地 那今天呢 我主要的架构会大概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聊聊品牌策略重要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品牌策略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用实际的两个案例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样善用品牌策略创造竞争优势 好 首先呢 我们先跟大家互动一下 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那现场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就尽情的回答 或是现场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打到聊天室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想到电动车 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品牌 大家非常的一致 这暖场题 接下来第二题第二题比较困难一点 想到脚踏车 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品牌 答案也很一致 这个品牌好像大家有点共识 那我们来看第三题 想到休旅车 大家会先想到什么样的品牌 Land Rover OK 还有什么呢 怎么也这么一致 只有Land Rover吗 OK 看来其他的车主要哭哭了 好 那所以大家会发觉 其实有一些题目 其实这个品牌印象是非常强烈 非常鲜明 但有一些题目呢 其实好像比较难回答这个问题 哈佛教学的教授呢 跟我们分享说 其实人的脑啊 在同一个类别 最多只能记住七个项目 但是呢 很残酷的事实是 对于品牌来说 一个人能够记得三个品牌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换句话说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品牌 没有办法在消费者心中 挤上前三名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很难在消费者心中 留下那个强大的印象了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事情 第二个是 大家如果想一想 最安全的汽车品牌 猜一猜 2020年 OK 截至2022年 最安全汽车品牌是哪一个品牌 哎呦 Vovo 还有Skoda 有人说 还有吗 还有吗 好 答案揭晓 2022年 针对Euro NCAP 最新的研究指出呢 第一安全的品牌是 Tesla OK 大家没有想过 好 但是呢 Vovo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品牌 它在大家的心目中 这么老的品牌 几十年的品牌 它的安全形象 还一直屹立不咬在这边 Vovo当年在政府法令 还没有规定说 安全带是标配之前 它已经率先 要导入这个安全带 在它的车里面 这几十年 还一直强化这个形象 中间可能很多品牌 想要与之竞争 但是Vovo在大家的心目中 还持续 而且是横跨老中青三代 大家都会觉得 Vovo这个还是很安全的品牌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的品牌 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义它 而且找到我们独特的品牌策略 它可以持续地 在这个市场上创造这个优势 然后在消费者心中 累积很大的印象 这其实是我们在品牌策略上 很重要一件事情 并且呢 它要能够支持 我们的商业战略上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什么叫做品牌策略 在聊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们要先聊聊 什么叫做策略 从Huffer商业评论呢 在一篇报道里面 其实指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策略都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策略 好 这件事有玄机 其中呢 有三点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很多企业呢 都会说 我的策略是什么 我的策略是变成 这个行业的第一名 或是我的策略是变成 这个行业的 最快的Follower 但是很可惜的 这其实都不是策略 这只是目标而已 大部分的企业 会把目标当成策略 但是真正的策略 应该是一系列的方法 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 什么东西应该要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所以应该是有取舍的 另外呢 第二件事情是 很多企业会觉得说 这是他们统计研究报道 是策略老板定义下来之后 老板就说 好 我们现在策略定义得 非常清楚了 下一步呢 我们来执行它吧 很可惜了 这件事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策略绝对不是top down 换句话说呢 我们第二个阶段 我们再聊一下 什么叫做品牌 品牌呢 可能从早期 达670年代开始 回到汽车那个年代 那时候大量制造生产 所以很需要差异化 所以大家一想到品牌 都会先想到 我们要来做一个logo吧 没错 但是在8090年代 传播快速 新起快速盛行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的媒介 所以我们在讲品牌 讲很多都是在讲 communication 在讲怎么样去沟通 但是在现在 大家更重视 品牌背后的核心 品牌的一言一行 所以我们品牌 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代表 我们品牌的一个部分 当然随着社会的演化 还有许多的部分 是持续不断的演化 跟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 品牌策略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历史上几个大师 来跟我们讲 品牌策略是什么 在L-Rise 在我们跟我们讲的是 品牌策略呢 它其实是要 预测未来的需求 并且呢 将我们自己的企业 放在最好的战略位置 以便因应应这个需求 OK 那David Acker 跟我们讲一件事情 是品牌策略 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 它要能够帮助企业 去达成特定的商业目标 但有各种不同的讲法 其实我们看到 品牌一定是 品牌策略要凝聚大家的共识 来完成这些事情 并且呢 它可以把 大家想要达成的商业目标 透过一系列 具体可行的方法 去达成 帮大家recap一下 品牌 不是你觉得你是谁而已 而是消费者 觉得你是谁 品牌策略呢 不是上对下的 政令宣导 而是 把团队凝聚起来 最有效的催化剂 品牌策略 不是KPI 也不是口号 而是为了能达成 我们企业商业目标 的指引方针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快速分享两个例子 是我非常喜欢的 品牌转型的案例 第一个是Airbnb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世界前几大 订房网站 非常厉害 但是在它创业初期 它其实 刚开始取得 短暂的成功之后 它其实没有那么顺利 为什么 它遇到两个很大的问题 让他们决定 做rebranding这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 他们还是订房网站 所以他们非常难 跟竞争对手差异化 第二件事情 就算他们的核心团队 再强想出 多有创意的行销计划 但是竞争对手 马上copy 就可以跟得上了 所以这些创办 他开始就面临到 这样的状况 他接下来定义 他的目标 跟他的愿景 第一个 他不希望Airbnb 只是一个 普通的订房网站 他想要变成一个 独特的品牌 第二件事情 因为他们不想 落入这一个 订房网站的 这一个类别 所以他想要创造 不同的类别 跟不同的 来做一个竞争 拉出它的竞争优势 经过一系列 访谈跟策略 他们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insight 他们发觉 很多消费者 很多旅人 在这个世界旅行 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进进出出 没有归属感 所以他们发觉 如果能够让 这些旅人 能够在不同城市 都感觉到归属感 就是他们很重要 希望达成的事情 所以他们推出了 Blown Anywhere 当作他们的 品牌的核心概念 接下来呢 他们把里面 重要几个元素 People Place Love 加上Ambnb 创造出他们独特的logo 叫做Bello 甚至给它名字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他们知道 后续的所有的行销规划 所有的品牌规划 所有的产品开发 都环绕在这个主轴 那也因应 它变成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品牌 第二个呢 是我个人的例子 在某一年的冬天 我来到了法兰克福这个城市 身为一个摄影的爱好者 知道而且期待 梦想中的品牌 当然就是这个莱卡相机 所以我来到这个 经营五代的这家老店前面 然后走了进去 那很独特的是 我一进去呢 没有人在跟我介绍产品 大家说 我们先来二楼看看 这个一系列很棒的摄影展 这些都是历代伟大的摄影师 透过莱卡相机 记录下的点点滴滴 看完它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这个很舒服的一楼的大厅呢 我在坐下 刚好我对面是 他第五代的接班人 那我们就相谈甚欢 那这时候呢 我问了人生最蠢的一个问题 我就问他说 因为毕竟莱卡还是不便宜 所以我就是很犹豫 犹豫了很久 我就问他说 那请教一下 我非常喜欢莱卡这个相机 但是我请教一下 莱卡到底跟 Nikon Knon 他们也都是不错的相机品牌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他笑一笑 他跟我说 They are all good cameras 他们都是一个 都是好的相机 But Leica is Leica 我听完这个信用卡就抽出来 就无脑刷了 就支持 让我发觉品牌的威力 是非常强大的 换句话说呢 我们怎么样 高明的定位 其实不会从产品下手 而是要怎么样打中消费者心理 从消费者的心理去下手 接下来我想通过两个实际案例 跟大家分享 也都是隐形冠军 也刚好 也是我们品牌要配计划 非常成功的辅导案例 第一个是Okuma 大家如果喜欢钓鱼的人都知道 Okuma是世界前三大的 一个鱼具的品牌 但是它刚开始起源 是在台中 弹指一间小小的工厂 张总 白手起家 然后开始创造这个business 但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面到前两大竞争坠手 一个是日本的DAIWA 另外一个是SHIMANO 都是世界一线的企业 都是百倍千倍级的企业 那到底要怎么与之竞争 世界的经销商 其实都不会独卖他的产品 他就跟他说 我卖DAIWA SHIMANO非常容易 但是卖Okuma 我要花好多力气去介绍 还没有人知道 怎么办 那你的价格是不是要给我 更低的折扣 我才有机会帮你去推 所以他们就希望改变 同时呢 因为钓鱼的市场 在全球是不断的衰退的 所以要怎么样激励 而且并且让这个品牌的 Premium可以打造出来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想要协助他们 他们达成的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品牌 重新找到自己的核心 并且呢 能够吸引这些年轻人 我们重新去了解一下 他整个品牌的核心精神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出来 我们跟他们团队 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发觉一件非常有趣 他们这些热爱钓鱼的人 有一个老辈辈 在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 他说真正在钓鱼啊 大家都以为是我们在跟鱼的搏斗 其实不是 是每一次出海 都是跟这个海洋的搏斗 甚至呢 而是跟自己之间的一个搏斗 当我们抓到这个挑战的精神时候 我们就发觉 它跟这个世界 它面临的挑战 其实很多地方是连结在一起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 但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这个品牌 希望就跟在大海里面钓鱼一样 我们希望用我们所知的这件事情 为大家打造出最符合大家的设备 所以我们希望他更 challenge的精神 更inspire 然后把这个核心的精神 把团队凝聚起来 融入在整个核心里面 所以我们为他打造整个品牌的 motive 然后品牌的核心 品牌的精神 跟品牌对外 应该要怎么样进行 一系列的去沟通 我们从产品的摄影开始 然后让大家开始理解 他们的工艺 台湾的这些制造 台湾的工艺的美 我们开始让从技术 让他们内影的技术 开始外显化 让大家可以知道 他们多用心 在做他们的产品 甚至他们每一个摄影 我们是怎么样 透过摄影的方式 透过创业的方式 让他们怎么 把他们的材料工程 他们产品设计 给呈现在这个 这个世人前面 那透过一系列的沟通 一系列的宣传 然后帮他们打造出 一系列的故事 那几年过后 张总会来跟我们说 最大的改决 最大的差别是 现在消费者 直接走进来 就算他讲不出 OKUMA 他也会问说 有没有这个UFA 它里面核心技术的 这个品牌 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 是我希望 我在这个吊杆上面 希望有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 协助这个品牌 然后打造出 它的核心 也看着它持续的 进展跟转化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先跳过了 第二个我们的企业 那我直接进到 最后的我们的结论 那大家会说 品牌策略 我稍微帮大家 归纳成总共五个步骤 第一个部分 是盘点 我们要真实的面对 我们现在自己的状况 跟我们未来的期待 而且了解中间的落差 这其实是在第一个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才不会解错问题 适合品牌的问题 用品牌去解 适合商业的问题 要用商业去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 很真实的面对 我们自己才知道 我们要从哪边去下手 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当我们知道 我们大真实的问题 跟我们目标之后 接下来我们 要把我们自己的品牌 定位在什么样的地方 第三个部分是 当定位出来之后 我们品牌策略扎实完之后 重点不是老板心中知道而已 重点是要整个团队 凝聚整个共识 我们才能够体验 体现在方方面面 让它可以持续地去呈现 这根展示 接下来 那里面形成一个强大团队之后 接下来就要对外进行沟通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 最后我们持续地去挑战自己 持续地思考 我们这个brand 如果过去30年成功 但是未来30年50年 我们怎么持续在这个世界上 人家还会记得我们 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 跟它的影响力 这就是我们要持续思考 我们品牌演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一个好的品牌策略 应该可以能够帮我们 指引方向 划定战场 区隔竞争 抢占客户 吸引人才 建立优势 好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非常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